好朋友们 现在是早上五点 我们现在要去村子里面 看一看村民们有没有出发去打鱼 因为昨天呢听个村民讲 他们大概是五点到六点钟 会出发去打鱼 所以我想去看一看 比较好奇啊 他们都出海了 我刚看到他们一艘船上 大约是两到三个人左右 运运的生活真的是早出啊 早出也晚归 也不算晚归 下午才回来 每天都是这样重复这样的日子 下雨天也是会出门 然后有一些村民啊 有些渔民他们出发前呢 会上一柱乡 起保今天的这个丰收很好吧 现在我们要去金马轮了 早上一大早下了一会儿雨 然后现在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的时候上路比较安全 也不然地会活啊 现在我们要去到金马轮 今天呢去金马轮应该是四五个小时吧 拜拜 巴西不南巴 拜拜 西洋没错 我们现在在霹雳州 已经从雪兰俄州到了霹雳州 我还打上了可可粉 哇 非常美 这一杯是十二马币 来 老天 然后这个机器还会打泡沫 还可以打上可可粉 我们现在在霹雳州 一个叫太辣 银餐的地方 然后已经起了两个小时了 然后在地图上显示说 在附近有一个central flood area 埋下的一个水斋的地方 在霹雳州这边 我们现在在霹雳州的安顺市 安顺市这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斜塔 是一个大中塔 那这个大中塔呢 它是在1885年的时候 由一个慈善家建成的 本来这个中塔建成的时候 它不是斜的 然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啊 经过这个年代的迁移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斜塔 所以现在这边已经变成了一个 像是一个观光景点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就是路过 在这边拍了一个照 然后我们就要继续向着金马轮的方向前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到一半 这个摩托车的镜子有点歪了 为什么呢 抖 是上坡的时候抖歪的吗 太抖了 这是你的工具小包包 啥都有 沿着山路上来 后面还有一个卖榴莲的摊位 还有卖臭豆的 这个山路哦 一个弯接着一个弯 根本都没有直线的 真的是真实版的 过山车 今天是12月22号 礼拜四 你别说上金马轮的这个车还挺多的 因为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嘛 所以很多人都是圣诞假期的时候去金马轮住个两三天 去金马轮的路上路过一个拉塔伊斯坎安达 这么一个waterfall 就有个瀑布 但是好像不让近 一个比较小的瀑布 在瀑布的前面 路的两边有卖一些小吃的地方 然后游客都会停在旁边 稍作休息还可以买点零食吃 到了到了就是这里 再往前走 哇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这次住的酒店有点高级 不愧是50块钱一碗的酒店啊 我们特意选到了一个金马轮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选了一个mountain view 等一下给大家看room tour 现在先check in 开心吗可以住高级酒店 之前我们都是住25块钱 25行币一碗的 这次是50行币一碗 double the price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好大哦 这是30平方 还不错吧 最重要的是我选了一个有mountain view的 看这个大窗 打开 打开看看我们的view 我们的view特别好 这是一个mountain view 可以看到全部 底下的茶园 哦底下的这些strawberry farm都在楼下 突然天空中飘来了一朵云 一片云 这个雾气啊 已经开始弥漫了整个山头了 我们要去吃晚餐了 但是下雨了 跟酒店借了一把伞 哇下雨了还挺冷的 厚衣服都穿上了 穿了两层 要去吃火锅金马轮 特别著名的这个蔬菜火锅 因为它这里的菜是金马轮高原本地种的 所以特别好吃 那我们在新加坡的巴沙那边看到的菜啊 很多都是从金马轮来的 我们刚刚走了两百多公里 哎两百多公里 两百多米 来到一个附近的火锅店 吃这边里的蔬菜火锅 然后这个套餐是两个人 两个人是59块 就大概是60块马币 一个两个人 一个人30 我们的食材有 菇类的鱼丸类豆腐 还有一些海鲜跟肉 然后这个还有面 就像是两个人的套餐 这个汤底就是比较淡的口类 但是因为它的菜很新鲜 所以汤底就没什么味道也很好吃 他们这边是鸡汤 清汤跟葱姜 葱姜的话还是有一点味道 清汤的话就是非常清淡 吃完饭 超级冷 身体冻 凉凉的还流了鼻涕 赶快回酒店 盖着被子 躺在床上看电视 太冷了 现在山里面全部都是雾气 然后还有一点点毛毛鱼 但是雨不是特别大 哇火锅吃的好舒服啊 果然冷天就是要吃火锅 如果它有麻辣火锅 吃那种比较辣的就好了 不过它们的是通秧 这边一般是清汤跟通秧 通秧也是蛮不错的吧 烫菜啊什么的 海鲜还是挺好吃的 你们也出来散步啊 你们出来散步吗 一群朋友 一群饭 我是妮妮香 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 一群朋友 在这里就 orchest velvet 一群好 你不舒服 再带一群 车